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手机游戏Pokemon GO引起全球热潮,让许多人为了要捕捉神奇宝贝积极前往各景点,不过这居然成了俄罗斯破坏美国社会的招数。 外媒指出,俄罗斯在社群网路上推广活动讯息,请玩家到指定地点训练神奇宝贝,并更改成指定名字。然而当地却曾经发生过白人警察枪杀黑人的案件,这个指定名字竟然就是死者的名字。 据CNN报道,美国情报部门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破坏美国民主进程,而去年7月时,一名俄国相关人士利用Pokemon GO煽动美国种族矛盾。 此活动在脸书、推特等社群网站上发布活动,只要到达指定地点捕捉或训练神奇宝贝,再修改自己的神奇宝贝成为特定名称。 即可获得如亚马逊者嫁券等奖赏。 但是号召玩家聚集的地点却是曾经发生过白人警察杀害黑人的凶渣案。 该地点在2014年7月曾经有一名43岁的黑人男性艾瑞克,Eric Gona,遭到警方杀害,而该活动则恶要玩家将省其宝贝改成艾瑞克的名字。 虽然活动的详细目的不明,但推断因是要分裂美国社会,并煽动白人警察杀害黑人所造成的仇恨情绪。 对此,Pokemon GO的开发公司任天堂Nintendo表示,游戏在未经公司许可下被第三方用来推广恶意活动。 但游戏本身不可能被利用,因为玩家无法在游戏中发布任何讯息。 另外,对于俄罗斯涉嫌利用网络来破坏美国民主社会,脸书也透露,俄罗斯确实在脸书上购买了数千个广告来煽动争议。 是一体如种族与僵之群礼。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